要不是这段影像的流出 万万没想到希特勒的情妇艾娃的身材是如此出众 这是一段记录希特勒和情妇艾娃私人生活的真实影像 拍摄于1941年阿尔卑斯山西特勒的一处私人别墅中 在这段影像里 我们可以清晰目睹生前陪伴希特勒 直到最后一刻情妇艾娃的很多私人生活画面 他们俩年龄相差23岁 可这丝毫不影响艾娃对希特勒的感情 希特勒当时有很多情妇 但在看到艾娃之后对她是宠爱有加 他们相识是在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霍夫曼的照相管理 恰巧此时对摄影有着极大兴趣爱好的艾娃在这里打工 自此之后没多久 艾娃便搬到希特勒的阿尔卑斯山私人别墅贝格霍夫山庄里 在这里 喜欢摄影的艾娃拍下了很多希特勒的私人生活影像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希特勒常常在这所别墅里招待一些内粹高管 和他们商议前线的作战部署 并且当年夏达出动180万军队攻打莫斯科的指令也是从这里发出 艾娃天生喜欢运动 这可能也是她长期保持身材完美的方式 镜头中这是艾娃在阿尔卑斯山下国王湖练习瑜伽的影像画面 此时虽然她已年过三十 但身体的柔韧性依然很强 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她都做得游刃而鱼 这是她练习单杠的画面 这是她海上冲浪的影像 而这是艾娃每天都要做的运动跳水 据知情人透露 艾娃当年每天都要在阿尔卑斯山下的这处湖水中跳水和游泳 从镜头中清晰可以看出 她虽不是专业运动员 但她的入水动作还是非常的标准 艾娃非常喜欢摄影 在她来到贝格霍夫山庄后 经常邀约自己的闺蜜和朋友来到这里拍照 在这里 她留下了很多自己青春年华私人生活的影像视频 但好景不长 几年后希特勒兵败在地岛中选择开枪自杀 而艾娃也不忍狗霍夫要自杀随她而去 请不吝点赞订阅